一人林青霞为了珠宝活动特地飞到台湾来 不过最近她的好朋友龙应台穿了球鞋到立法院备巡 引发了立委不满 让林青霞倒是很生气 忍不住替她教区还承诺说一定要送她一双 看起来比较正式的后地球鞋 以下飞机看到媒体镜头 好久不见的林青霞满脸笑容 大方挥挥手 哈喽 哈喽 不见到你们了 好久不见 难得回台湾心情好得累 不过前几天好友龙应台上立院备巡 脚上的球鞋却引起立委不满 让林青霞好生气 直接买鞋要送她了 那鞋子呢 是在英国的那个大律师啊 上法庭的时候 都都穿这种鞋子 而且一站站五六个钟头也不累 然后那个对背也很好 所以我很开心我发现找到这个鞋子 尽管没看到这双筒英国买回来的鞋 但根据描述款式应该是类似像这样 黑色的后地球鞋 表面看起来正式穿得也舒服 尊重是实质内容更重要 如果要站的这八个小时的话 真的应该穿球鞋 欢迎永远的林青霞 去年林青霞出新书 龙应台到现场站台 这回老朋友受委屈 林青霞当然也要情意相挺 龙应台对穿着不讲究 好友林青霞贴近送鞋 只是这鞋的模样保密到家 看来只有等龙应台把鞋穿到立院 才能揭晓 东森新闻 沈锦阳肖化名在桃园报道 艺人林青霞来到台湾 为珠宝品牌代言 下午他穿着这双深色的细跟高跟鞋 踏上红地毯 兴奋的直呼 从来没有走过星光大道 不过记者会上面被问到 送龙应台要送什么鞋子呢 林青霞却赐两拨千金 要大家去问龙应台好了 而公关也挡掉所有问题 只是这双号称是英国律师 也穿上法庭的鞋子 长得什么模样呢 一块来看看 来一点热情的掌声 欢迎我们的巨星林青霞 踏上红毯 永远的东方不败林青霞 胶踩深色细跟鞋 不发优雅 还不实挥挥手 你好 关注的焦点全放在前一天 林青霞要送鞋给好友龙应台 那鞋子呢 是在英国的那个大律师啊 上法庭的时候 都穿这种鞋子 而且一站站五六个钟头 也不累 尽管稍稍透露 但这鞋长什么模样 依旧保密到家 不少知名品牌 都没听过律师鞋 干脆直接找林青霞来解答 好像每个人都在问 这个鞋子是什么牌子 我想你们问龙应台算了 好不好 因为龙应台嘛 考考他 看他是不是 问到敏感问题 林青霞把皮球 踢给了龙应台 要大家直接去问他 随后快闪离开 好久不见的 林青霞又回到台湾了 这次他受邀参加文物展活动 不过这回啊 在他的行李箱里头 有个非常特别的 就是他带了一双价值 五千块钱的女鞋 要送给他的好朋友 文化部长龙应台 因为之前龙应台穿球鞋背询 被批说不尊重立位 好友林青霞替他抱不平 他说啊 这双律师鞋体面又舒适 就连英国的律师 穿着站在法庭上 站个五六个小时都不会累 这下子应该不会有 不尊重不惠的争议了吧 一身咖啡色脸身裤装 林青霞利落 回到台湾了 这回行李箱当中 多了一双价值五千块的黑色女鞋 我们应该给他温馨的提示 不要太 对这方面不要太 对他太那个 苛刻 我跟龙应台说 我这个你可以穿四年 李箱飞机就准备了好鞋 送给好友龙应台 因为日前文化部长龙应台 穿白球鞋背询时惹争议 让好友林青霞抱不平 特别从香港带来一双 看来正式又好穿的律师专用鞋 那鞋子呢是在英国的那个大律师啊 上法群的时候都都穿这种鞋子 而且一站站五六个钟头又不累 然后那个对背也很好 所以我很开心我发现找到这个鞋子 林青霞在香港修过龙应台的课 两人也因此结成了好朋友 对于一双白球鞋在立法院惹来的风波 身为好友的林青霞 用心选好鞋 要让龙应台下回穿上黑鞋 好好面对马拉松式的直循炮火 没问题了 这次肯定没问题了 记者台北桃园综合报 好焦点人物来看 除了帮龙应台送鞋子之外呢 一人林青霞这次来到台湾的重头戏 就是故宫文物特展 而今天他一身墨绿色的晚礼服 贵气逼人 特别的是他这次要走这个红毯 长达150公尺 他还差点就跌倒了 身穿墨绿色晚礼服 林青霞 雍容华贵 现身红地毯 脱地长裙摆 顿着10公分的高跟鞋 只不过这条长150公尺 接替数十个的好汉破红毯 可是难倒了 东方不败 顶着34度高温的他 不但走到一半 摇摇晃晃 还停下来走上去 我还真的是从来没走过 这样的这个星光大道 还上楼梯 很有气势 走起来都感觉自己 很庄严 很有贵气 经验老道的林青霞 差点出球 还好紧急hold住 美美地走完全程 看看他身上的行头 560万的手表 323万的胸针 1770万的耳环 加起来就至少有2600万 配上典雅的常礼服 贵气逼人 刀跟鞋我平常站都已经很难站了 这会还要走楼梯 还好上面旁边有个帅哥 扶着 很会让人美呀 要文化美容嘛 57岁的林青霞 保养友方 好莱坞隐心 Maggie Q也穿着身微领服 性感线身 化身希腊女神 不过人气似乎也比不过 东方不败 来 大哥 林青霞所到之处 至少都有10个保镖 贴身护架 就连走红地毯 都有工作人员 好好保护 即使吸引多年 还是可见林青霞的巨星风采 记得两箱配遇见 两样看不到 台湾故宫和珠宝品牌合作 展出475件 清代和近代西方皇室珠宝 而为了衬托这个皇室的贵气 昨天晚上大手笔邀请到 好久不见的林青霞 和Maggie Q开幕剪彩 很久没走红地毯的林青霞 直说好紧张 不仅呢 有人牵着出场 他还笑说 手上的包包呢 是为了要遮小腹 受邀参加故宫与西方 珠宝名牌合作的特展 开幕晚会 林青霞一袭黑色礼服 配上珠宝 更显贵气 我这辈子第一次带着这么珠光宝器 可是因为好适合哦 很像明星吧 很典雅真的 巨星的风采都出来了 永远的东方不败 的确珠光宝器 让其他艺人 昆琳 贵了美 Maggie Q相形失色 其实下午林青霞就抵达故宫 为开幕剪彩 高雅大方的银灰色礼服 配上价值2600多万的珠宝 一手拿包包 一手还要人牵着 走路一定要拿那个包包吗 对呀 我有了嘛 问题是 我有了肚子 那个高跟鞋 我平常站都已经很难站了 这会还要走楼梯 还好上面 旁边有个帅哥 涂着 回到家乡 心情好 林青霞还大方秀出 老公行李员特立从拍卖会 为他买的蓝宝石 你知道吗 很糟糕 我的女儿都不喜欢珠宝 真的 她们都不喜欢珠宝 我每一次我有时候带一件 或者想让她们赞美我一下 她们懒得看 开幕红地毯贵宾 还有Maggie Q 白色深衣礼服 配上3200万元的珠宝 前后都很有看头 但与林青霞同场 她忍不住赞叹 林青霞的巨星风采 她很漂亮 正确 她很可爱 她只是滋滋滋滋 你不能忽然 但它必须真实 魁维八年 再度来台的Maggie Q 一到台湾 就品尝了小笼包跟麻辣锅 甚至想再试试 台北有名的粉圆呢 以及新闻综合报道